今天为您解读的书叫做百年孤独 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有26万字 我会用27分钟左右的时间 为您讲解书中的精髓 凭空消失的村庄马孔多 曾经经历了一段怎样的历史 在文台上有这么一本神奇的书 这本书讲述了一个延续100年的家族 最终走向消亡的故事 书中出厂人物多达100多个 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纷繁复杂 展现着各自不同的孤独 这本神奇的书 让作者成为文坛史上 最毫无争议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之一 大批读者慕名而来 却又因为复杂的人物关系 而不得不望而却步 这本书就是著名的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京式巨作 《百年孤独》 在这本书里 作者用了极其精简的语言 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偏僻村庄的百年兴衰史 每一年 吉普赛人梅尔基亚德斯 都会来到这个村庄 给生活在这里的布恩迪亚家族 带来神奇的科技 这个吉普赛人在临死前 留下了一卷神奇的羊皮书 每一代布恩迪亚家族成员 都尝试破解这本书卷里的秘密 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经受了战争 孤独 外来入侵者的折磨 最终羊皮书卷的秘密被揭开了 整个村子也随风消失了 仿佛从未存在过一样 百年孤独的作者 加尔列夫·加西亚·马尔克斯 是拉丁美洲 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 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 1927年 马尔克斯出生于 哥伦比亚的一个海滨村庄 1947年 考入波哥大国立大学 1948年 因为内战而辍学 他进入了报界从事记者的工作 从50年代开始 他陆续出版了各种文学作品 代表作有百年孤独 霍乱时期的爱情等等 凭借百年孤独带来的全球影响力 在1982年 马尔克斯成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好了 介绍完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概况之后 那么下面 我就来问您详细讲述书中的内容 第一个重点是 七代人横跨一个世纪 百年孤独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 第二个重点是 随风消失的马孔多 有着怎样的隐喻 第三个重点是 百年孤独中的孤独 究竟是如何表现出来的 好 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个重点内容 七代人横跨一个世纪 百年孤独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 布恩迪亚家族的创始人 何塞 爱上了自己的表妹乌苏拉 与她结婚 开始了一段不伦之恋 乌苏拉不肯与何塞同房 因为她的姑姑和何塞的叔叔结婚 生下了一个带猪尾巴的儿子 邻居嘲笑何塞的遭遇 何塞很生气 用长矛刺穿了邻居的喉咙 将他杀死 从此邻居的鬼魂一直缠着何塞 何塞夫妇为了躲避冤魂 带着同村的年轻人一起远走他乡 他们长途跋涉 终于在一个荒芜人烟的地方定居下来 他们把这个地方命名为马孔多 在大家的努力下 马孔多开始蓬勃发展 成为一个有三百多人的村庄 每一年都有一批吉普赛人来到村里 给他们带来磁铁 放大镜 望远镜等先进的科技 吉普赛人还送来了一座炼金实验室 这使得何塞对炼金着了迷 何塞很喜欢吉普赛人 于是收留了吉普赛人梅尔基亚德斯 帮他建了住所 这个吉普赛人从此在马孔多住了下来 一心研究他的炼金术 后来他不幸溺水身亡 但他的灵魂一直守候在实验室里 帮助何塞的后代们 研读他遗留下来的羊皮书稿 何塞羡慕村子外先进的科技 对村子里落后又保守的思想 感到很不满 于是他成天待在炼金室里做研究 从不踏出炼金室一步 痴迷的他精神逐渐出现了问题 被大家用绳子绑在大树底下 就这样过了一年又一年 被绑起来的何塞除了吃饭以外 什么都做不了 他逐渐衰老 最后孤独的死去 何塞有两个儿子 小儿子奥雷里亚诺 从小就跟着何塞一起 每天泡在炼金室里 大儿子阿尔卡蒂奥呢 被一个来家里帮忙干活 会用纸牌算命的女人 特尔内拉诱惑 发生了关系 后来呢 他又看中了一个吉普赛姑娘 跟着他离家出走 随着马戏团跑了 不知去向 他的母亲乌苏拉四处寻找 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 但乌苏拉意外的发现了 一条通往外界的通道 甚至呢 还带回来一大批的移民 马孔多因此又得到了壮大 心地善良的乌苏拉 还收养了一位远房亲戚 托人送来的女孩 大家呢 给女孩取名叫利贝卡 不料这位叫利贝卡的女孩 患有会传染的失眠症 不久呢 全村人都得了失眠症 甚至还短暂的丧失了记忆 幸亏一位老吉普赛人来到村里 配置出了药水 给村民们治好了病 马孔多的孩子开始长大 人口逐渐增多 于是呢 大家着手扩建村子 把房子都刷成白色 但是新任的镇长 摩斯科特不同意 他命令要把房子刷成蓝色 大家一怒之下呀 要把镇长赶走 后来呢 双方妥协 摩斯科特得以留了下来 和赛的小儿子奥雷里亚诺 爱上了镇长的小女儿 两人结了婚 但好景不长 他的妻子很快就意外去世了 当时呢 国家正面临着战争的威胁 保守党和自由党打了起来 保守党军队来到了马孔多 声称要枪毙所有的自由党分子 信奉自由党的奥雷里亚诺 带人冲进了敌人的大本营 杀了军官和士兵 他让侄子镇守马孔多 自己则发起了起义 自称为奥雷里亚诺 布恩迪亚上校 不久奥雷里亚诺 效命的自由党战败 他不幸被捕 将要被判处死刑 正要行刑的时候 他的哥哥阿尔卡地奥突然出现 将他救出 大难不死的奥雷里亚诺 被大家推选为 加勒比海革命军司令 正值此时 他的哥哥阿尔卡地奥 却在家里被人枪杀 没人知道凶手究竟是谁 奥雷里亚诺带着自由党军队 打回了马孔多 把所有保守派士兵都判以死刑 此时奥雷里亚诺开始厌恶战争 他放弃战后的退休金 拒绝共和国总统颁发的勋章 甚至还尝试自杀 却又侥幸地活了下来 他在外打仗的时候 和不同的女人发生关系 生下了17个儿子 这17个儿子都不约而同地 回到了马孔多来 他们带来了外面世界的工业技术 办起了工厂 奥雷里亚诺的侄孙 也趁机招了一批工人 带着工人们挖河道 修码头 马孔多逐渐走入了现代化 不但通了火车 甚至还有了电灯 此时一位美国人来到了马孔多 带来了一大批的外国技术人员 他们把一座座铁皮房子盖了起来 用铁丝网把土地圈了起来 马孔多从此变成了一个香蕉种植园 美国人不但把马孔多殖民化 甚至还对当地的村民谋财害命 生气的奥雷里亚诺上校 决心要把孩子们都武装起来 把这群美国人赶出去 没想到一手掌握大权的美国人 早已下令把他的17个孩子统统杀掉 总统得知此事后 给奥雷里亚诺致电慰问 镇长也给他送来了花圈 奥雷里亚诺知道 一切已经无法挽回了 丧失了斗志 他晚年一直在马孔多生活 依靠制作金属小鱼维持生计 某一天呢 他来到捆绑过父亲的树下小便 结果在小便中走向了生命的终点 随着殖民化的推进 布雷地亚家族的第四代继承人 阿尔卡地奥第二 渐渐感到不满 他在香蕉工厂里当监工的时候 鼓励工人进行大罢工 政府派兵镇压 杀死了三千多人 只有他活了下来 他目睹军队把三千多具尸体 运到海岸 丢进大海 恐惧的他 走进了梅尔基亚德斯的实验室 开始研读羊皮书稿 直到最终死亡 在工厂事件后 马孔多连续下了四年十一个月 零两天的大雨 香蕉园里一片汪洋 马孔多又回到了田园荒芜的模样 自此又经历了三代人的苟延残喘 直到布雷迪亚家族的第六代继承人 奥雷里亚诺布尔迪亚的出现 他一直在炼金室里 钻研先辈留下来的羊皮书卷 他还和自己的姨母产生了爱情 生下了一个长着猪尾巴的婴儿 这个婴儿一出生就被蚂蚁吃掉了 在他悲伤的时候 突然领悟了破译手稿的方法 他翻开手稿 只见第一页就写道 家族中的第一个人将绑在树上 家族中的最后一个人将被蚂蚁吃掉 原来马孔多发生的一切 都早已在羊皮书卷中注定 在破译手卷的瞬间 一阵飓风吹来 马孔多这个记录了百年孤独的伤心之地 也随风而去 在世界上消失了 好了 上面为您讲述的呢 就是第一个重点内容 何塞带领一群年轻人 在马孔多这个地方建立了村庄 吉普太人多次来到这个村庄 留下了一卷神秘的羊皮书 马孔多在移民和战争中不断的壮大 却又因为一场持续四年的大雨而衰败 最终在羊皮圈破译的瞬间 这个村庄随着飓风而消失 说完这个 咱们接下来说一说第二个要点 随风消失的马孔多有着怎样的隐喻 每一个看过百年孤独的人 一定都会记得那句著名的开篇 多年以后 面对行刑队 奥雷里亚诺波恩迪亚上校 会回想起他父亲 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马尔克斯不但用简单的一句话 描写出 现在 未来 过去三个不同的时间段 拉开了百年家族史的序幕 更是为落后的马孔多 与现代文明的碰撞 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行刑队 代表着政府和军队等暴力机器 而在当时 冰块的出现 则意味着科技的进步 残酷无情的政府 和日新月异的科技 是每一段侵略史的开端 而马孔多的历史实际上就是纪念拉丁美洲 遭受文明侵略的历史 在书中 马孔多是一个闭塞落后的偏远村庄 初来乍到的探险者用最原始的方式在这里生存着 马孔多是一个被文明世界遗忘的角落 这里没有现代机器 也没有先进工具 唯一让他们和世界产生联系的 是每年来一次镇上的吉普赛人 在最初呢 吉普赛人给马孔多带来了磁石 望远镜 炼金实验室 还有冰块等科技 后来啊 马孔多开始壮大了 于是呢 有了镇长摩斯科特 来到马孔多驻扎 在战争爆发的时候 奥雷里亚诺上校参军 加深了马孔多和国家的联系 后来呢 随着外来人员的增多 村庄上逐渐出现了火车 工厂等新鲜事物 先进的科技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入侵了 原始的马孔多人的生活 打破了这个偏远村庄的瓶颈 与我们想象的不同 当这些现代文明在入侵马孔多的时候 并不是温和的演变 试图让它变成一个更适合生存的村庄 相反呢 马孔多因此沦为了现代文明的牺牲品 例如书中的主要人物之一 奥雷里亚诺上校 他是坚定的自由党支持者 在敌对的保守党入侵村庄的时候 他带着大家一起杀入大本营 击溃了保守党的阵营 他甚至还发动起义 率领军队在外战斗 他一生发动了32次武装起义 却又无一成功 他躲过了14次暗杀 73次埋伏 最终厌倦了战争 与保守党妥协 马孔多并没有因为参加战争 而获得了更高的地位 相反 卷入政治斗争 反而让统治者加强了对马孔多的管制 战争不但使得马孔多满目疮痍 更让政治和宗教在这个地方蔓延 马孔多的居民从此失去了 往日自由祥和的生活 另一个对马孔多造成毁灭打击的事件 则是发生在香蕉厂的大屠杀 当时美国人带着先进的科技 来到了马孔多 要将马孔多变成一个香蕉种植园 美国人压榨工人的劳动力 同时又在村子里四处草菅人命 布恩迪亚家族的后人阿尔卡地奥第二 在香蕉工厂当监工头目 他一直暗地里鼓励工人们罢工造反 以获得更高的待遇 改善工作环境 没想到罢工遭到了政府的镇压 三千多人死于非命 唯一的幸存者就只有他一个人 当阿尔卡地奥第二回到马孔多的时候 他震惊的发现 这样一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 竟然没有一个人提起 所有人都否认 在这个和平的地方出现了一次残酷 无情的武力镇压 他们甚至撒谎说 消失的人都是出远门了 此时此刻 政治不再成为民众的保护伞 而是和外来的侵略者狼狈为奸 在马孔多这个地方 施行一轮新的白色恐怖 阿尔卡地奥从此对外面的世界 产生了极度的恐惧 他把自己关在遍盆间 直到死都为踏出房门一步 这种文明的侵略 对马孔多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从吉普赛人的车队 到美国人的香蕉种植园 每一次文明的入侵 绝不是来寻求认同和爱的 相反 他们只是看中了金钱和利益 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贪婪和野心 为此 不惜用血腥来清洗那些挡路的人 并且把这种残酷冷血的行为 当作是一种入侵的荣耀 而对孤独又封闭的马孔多人来说 他们从未真正的融入现代文明 反而是成为了现代文明入侵的牺牲品 和赛对新鲜科技感到好奇和向往 却最终陷入了疯狂 被绑在大树底下直到死去 奥雷里亚诺上校为了争取自己的自由 带兵打仗 在回来以后却陷入了长久的自闭 阿尔卡蒂奥对外来科技漠不关心 采取漠视的态度 但最终也死于现代的枪械之下 每个人对外来文明采取了自己的防御策略 却又因为他们植根于内心的孤独 不愿意团结在一起 于是从一开始便都注定了他们的失败 这种分散的不团结 也是当时的拉丁美洲 在面对侵略反抗的时候 失败的主要原因 在书本的最后 布恩迪亚家族最后一位幸存者 终于读懂了吉普塞人留下的羊皮卷 在羊皮卷上事无巨细地描写了 布恩迪亚家族七代人的命运 这与其说是预言 倒不如说马孔多的历史 同样也可以适用在拉丁美洲大陆上 某一个被文明遗弃的角落 马孔多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而更多的文明即将或正在上演类似的悲剧 作者是通过随风消失的马孔多 向我们发出警告 还有更多的马孔多 在外来的文明侵略下 而面临消失的危机 好了 以上就是本书的第二个重点 马孔多是一个闭塞而又孤独的村庄 随着村庄的壮大 它遭到了外来文明的入侵 在书中的结尾 马孔多随风消失 其实是在映射着拉丁美洲 很多原生文明 也正遭受着濒临消失的危机 下面来为您说一说最后一个重点 百年孤独中的孤独 究竟是如何表现出来的呢 在书中 每个角色都对孤独 有着不同的体会 例如奥雷里亚诺上校 征战一生 即将到终点的时候 才发现战争其实毫无意义 放弃总统颁发的勋章 回到家的他 看着17个儿子被追杀致死 空流一片寂寞的孤独 和奥雷里亚诺上校一样 书中出现的100多个人物 因为植根于内心的孤独 所以从来不敢拥有幸福 每个人的结局 要么是死于非命 要么是壮志难愁 要么是自闭孤僻 要么是干脆消失不见 马孔多这个地方 似乎有一种孤独的魔咒 在长达100年的时间里 每个在马孔多生活的人 都失去了幸福的能力 横跨100年 历经七代人 他们都饱经孤独的折磨 而这种孤独其实和我们的欲望有关 例如当我们内心出现贪婪 恐惧 征服等欲望的时候 我们并不能一一满足 在内心深处 我们也许就会对现实感到了不满 觉得自己不被理解 与周遭人的生活产生隔阂 孤独也就应运而生了 马尔克斯正是通过这种欲望的不可得 让我们体会到孤独这种虚无缥缈的感觉 是如何在马孔多这个村庄里蔓延开来的 例如布恩迪亚家族的创始人何赛 他的孤独是不被理解的孤独 这源于他对科技的强烈的好奇心 与当时马孔多封闭落后的环境格格不入 自从吉普赛人带着神奇的科技来到马孔多后 何赛整天忙着捣鼓科学试验 在炼金室里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把马孔多与外界的伟大发明连接起来 他用尽积蓄 从吉普赛人手里换来了各种神奇的科技 他发现了地球是圆的 发明了扭转战争局面的武器 但即使是他最亲近的妻子 也对他这种偏执感到不解 于是在研究遭受挫折 家人也不表示理解 旁人还任意嘲笑的情况下 何赛陷入孤独之中 不能自拔 以至于精神失常被家人绑在一棵树上 他再也不能研究自己最爱的炼金树 他一辈子难寻之音 在孤独中度过了漫长的余生 而书中的另外一个重要人物 奥雷里亚诺上相 他的孤独则是源于内心的迷茫 奥雷里亚诺自小沉默寡言 性格孤僻 喜欢跟父亲何赛一起研究炼金术 他结过婚 然而没多久 妻子就被自己的妹妹不小心毒死了 他在国家动乱的时候选择了战争 他自称为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相 一生发动了32次武装起义 躲过了14次暗杀 73次埋伏和一次刑刑队的枪决 却又怀疑起战争的意义 拒绝总统颁发的勋章 放弃退休金 他回到马孔多 像童年跟在父亲旁边 捣鼓炼金术一样 日复一日的制作小金鱼 奥雷里亚诺在给挚友的信中 谈起自己对战争的反思 我现在才知道 我是为了高傲而在战斗 他一生中有17个儿子 却全部死于追杀 他追逐一生 却发现自己得到的 根本不是自己想要的 于是宁愿骄傲孤独的死去 终于在某一天 他制作完一条小金鱼 倒捆绑过他父亲的树下小便 就这样戏剧性的走向了生命的终点 除了男性的孤独以外 马尔克斯对女性的孤独 也做了详尽的刻画 阿玛兰达是何赛的小女儿 她的孤独源于爱情的失败 曾经有一位意大利钢琴师 疯狂地追求她 多次向她求婚 但阿玛兰达却每次都选择拒绝 这位钢琴师求爱不得 自知今生无望 于是选择割腕自杀 阿玛兰达得知后伤心欲绝 把她安葬在了公墓里 为了忏悔自己的无知 她把自己的手放进炭火里烧 直到皮肉烧焦才取出 从此在她的手上缠上了黑纱布 直到死亡 也再没有昏取 她抚养大两代人 却又受不住内心的孤独 何止而有肌肤之亲 尽管是这样 这一点也不能缓解 她内心的孤独和苦闷 后来她把自己关在房中 缝制兽衣 缝了拆 拆了缝 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阿玛兰达是马孔多这个村庄里 为数不多 真正拥有强烈感情的人 然而内心的孤独 又让她一次又一次的拒绝别人 她不愿意承认自己 也有感情的需要 同时呢 也担心失去感情 在一次次的拒绝中 她亲手酿造了自己的爱情悲剧 于是在可悲的孤独之中 结束了自己孤独的一生 其实布恩迪亚家族的孤独 也源于整个家族的不团结 马尔克斯说 布恩迪亚家族都不懂爱情 不通人道 就是他们孤独和受挫的秘密 整个家族的命运 实际上反映的就是拉丁美洲的命运 孤独意味着不团结 同时也意味着封闭 落后 愚昧和贫穷 越是一无所有的人 也就越感到孤独 而越是拥有爱意 对世界保持开放心态的人 才能在遭受孤独缠绕的时候 更早的挣脱开来 马尔克斯告诉我们 这种孤独是无可避免的 从青年到老年 我们一直都会受到孤独的困扰 但只要有了记忆 你就有了与孤独对抗的底气 在书中最可怕的孤独 莫过于村子里的人都患了失眠症 长久的失眠让他们丧失了记忆 在那个迷惘 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时候 恐怕是他们一生中最孤独的时刻 布雷蒂亚家族的悲剧 也正是源于记忆的失去 在破开羊皮卷的瞬间 整个马孔多村庄也随风消逝 一切的往事 一切的记忆都消失殆尽 只留下一片空白 长达一百年的往事 从此找不到任何的痕迹 仿佛从未存在过一样 而这个就是马尔克斯 想要表达的百年孤独 好了 说到这里 我们今天聊的内容就差不多了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所说的要点 首先我们讲到了百年孤独是一个怎样的故事 马孔多这个小村庄 记录了布雷蒂亚家族七代人百年的命运 吉普赛人打开了这个村庄的大门 留下了一本预言的羊皮卷 官员来到了这个村庄 带来了政治战争和宗教 外来殖民者带着他们的科技 用强权欺压村民们 这个村庄饱受孤独和折磨 最终在一阵飓风中从历史上消失 其次我们讲到了随风消失的马孔多 有着其独特的隐喻 马孔多从一个只有数十人的村庄 发展成为一个具有规模的小镇 在这个过程中 小镇不但汲取了外来科技的力量 同时也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入侵 事实上他们从未真正的融入现代文明 反而成为了现代文明入侵的牺牲品 最终消失的小镇 其实反映的就是拉丁美洲的命运 最后我们讲到了书中说的孤独 首先是通过人性欲望的不可得来表现出来的 何塞的不被理解 奥雷里亚诺的郁郁不得志 阿玛兰达失败的爱情 都从不同的角度体现着他们的孤独 其次呢 整个村庄百年的记忆被凭空抹去 记忆不复存在 这种不可抗的宿命感 则体现着真正的百年孤独 在阅读百年孤独的过程中 一方面我们会为马尔克斯质朴情真的感情 其力归特的想象而震撼 另一方面呢 我们也会感叹 马孔多这个小镇带给人近乎宿命般的孤独感 孤独是自从人类诞生以来 就缠绕我们一辈子的不治之症 当我们站在荒无人烟的荒野 待在空无一人的房间 或者甚至是在人流涌动的地铁里 我们都曾经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渺小 和从内心底层那让人惧怕的孤独 马尔克斯在这本书里给这种孤独提供了解药 他说只要有了陪伴和爱的记忆 只要我们坚信自己不是一个人 我们便有了足够的底气 在漫长的余生与孤独对抗 以上就是今天全部的内容总结 恭喜您又听完了一本书 谢谢大家